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Jay 今天来做一个现在就真的是盘后分析了 因为今天是提早提早收盘 明天是一个公众假期July 4th 那今天呢只开盘半天1点钟 西部时间1点钟 不对东部时间1点钟收盘 那所以呢现在就刚好已经收盘了 那收盘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日K线 那日K线这里有一个震荡区 正确应该是在这边 那这样来看呢 它这个点最高的这个紫色线 有一个盘前或者说是期货的一个高点 我也把它标上去了 但是呢如果看日K线 它是在这个区间 这里有一个震荡区 它突破了 而且呢是一个挺有力量的一个日K线 阳K线这样冲上去 那目前来看呢 这个突破有效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唯一一个美中不足的是 今天只有半天 而且呢是假期的前一天 所以通常交易量比较小 在这里能看到 交易量是明显比昨天少了 几乎是一半 OK 那只有这一点 没有那么 那么好 其他的K线形态啊 各种看起来啊 都像是一个有效的突破的几率更大 那如果是一个有效的突破的话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目标 可以看到这个点 499到500左右 我个人就觉得 这种涨幅非常恐怖 在这边 几乎是没有怎么回头 只有一些小的回调 小的回调 涨这么多 回调那么一点 涨这么多 回调那么一点 所以这个涨幅非常厉害 从这边的最低点 来到今天的最高点 短短的一个多月 涨了18.56% 这一波非常像鱼尾巴 快 还有涨幅大 那鱼尾巴有维持多久 很难讲 因为 我们这边的一个大选 是在年底 那大概率的话 可能呢 大选之前都不会大跌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通常是这样 但是 不是说百分百 通常呢 哪一边的政党 其中一边的 只要它优势比较明显 换句话说 就是确定性比较大的时候 那可能呢 就会 涨幅 就会更厉害 市场害怕的是一种 不确定性 那如果两边的政党 也是两个候选人 他们的一个 选情 比较不分上下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也是一个不确定性 比较大的时候 那市场就是讨厌这种 不确定性 那可能会在 大选前两个月 三个月 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回调 之前的一些历史的数据 看回去 好像是偏向于这种 那目前来讲呢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大选的一些情况 越靠近 11月 如果 越是不明朗 那可能呢 就会有一波回调 但我不觉得 大选之前会有大跌 这边标普 也是一样 震荡区突破 然后这个跟K线 收反而是收在 这震荡区突破 以后的 这根线之上的 那目前来看 它的有效突破的概率 其实也是蛮大的 需要注意的是 其他两个指数 这边的是 道重市 它依然是在震荡区里面 但是看价格形态 价格的堆叠 有可能会突破 这个震荡区 来到之前所讲的 大概是这个区间 或者新高 其实这两个概率 比下去的概率更大 还有就是罗素 罗素依然是在这边 慢慢的震 慢慢的震 低点越来越高 高点 目前来看 还是越来越高 但是它还没有发力 它好像是在这里 不断的吸筹码 有点这种感觉 那如果它是动起来的话 它会很快 好像是这一波 这一波其实是非常快的 涨幅也蛮厉害的 虽然在前面 这边 比较震荡 但是它动起来 1233跟K线 已经涨了很多了 然后在这边 也是两个星期 就涨了这么多 所以呢 我自己还拿着TNA 就是一个三倍做多罗素的 如果它不来一波大的 我就不走 除非它跌破了这个点 就是197 如果197不跌破 我就一直拿着 OK 然后比特币 它这个走法呢 我是比较意外 我没有 没有预料到它 会有这一波 这么深的一个回调 OK 虽然它是回来了 我之前说的这个区间 是可以做多的 但是它这一波回调 比较有力量 而且比较深 那可能要从小级别这边 继续去观察 因为小级别这边呢 它还没有 拿下这边的 小级别的起跌点 那想稳妥一点的话 可能要回来震荡区以后 再拿下这个点 那踩一下再上的时候 在这边进 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然后就NVIDIA OK 收盘的时候 它就刚好突破了这个震荡区 那目前来看呢 大法案如果还继续看多 它这边呢 虽然是资金被抽走了不少 但是从这个形态来看 它有机会继续去挑战 133到135这个区间 新高不敢讲 因为它这边出货的一个迹象还是蛮明显的 但是它也不一定说是这一波就完全出完了 机构应该有很多的货 那这些货呢 它很难说一下子就会出完 可能大概率的会在这边 有一个大的震荡区 那慢慢的震上下的震 然后上下的导索 去出货 更值得留意的关注的是特斯拉这边 连续好几天 这种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一种 很强烈的上涨 资金呢 就是去到了它这边 其实也非常之 made sense 因为它是一个很热门的股票 交易量很大 也是一个大盘 算是蓝筹股 然后 在没有涨起来的时候 它还算是一个比较相对低的位置 趴在下面的 其他的那些什么所谓的Mega7 全部都涨上天 只有它 那 它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那很多机构呢 就会喜欢做它 那做这一波呢 我是看到230 到233 但是它今天是一个跳空高开 而且还是量能也不错的 这样大量冲上去 那在这种情况 只要它不回来230以下 它继续有机会去突破 第四个压力点位 也就是说 大概是265到270左右 这个区间是有机会继续冲上去 那如果它230守不住的话 大概率又会在这边振一段时间 无论是振完以后往下去 还是往上去的话 可能它要多空交战一段时间 那当然 在这种K线形态 跟量能的一个表现之下 就算它是振完的 我觉得它还有机会 振完以后 蓄力嘛 多头蓄力 在挑战上面 这个区间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 明天不开盘休息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OK 拜拜 拜拜